届时抓好四季度工作对实现全年发展目标至为关键 10月22号省政府召开全体会议回顾总结前三季度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安排四季度工作 省长李学勇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采取扎实有效措施 进一步把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 全省上下认真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对江苏工作的新要求全面落实六个注重大力实施六大战略 深入推进八项工程着力办好大事实事统筹抓好稳增长 控务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各项工作 全省经济呈现出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 李学勇深入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提出了做好四季度工作的总体要求 他指出我们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 统一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的要求上来 进一步增强发展信心坚定做好各项工作的决心 在前三季度总体平稳的基础上 四季度经济运行将保持以稳为主稳中有进的基本态势 经过努力全年主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李学勇指出 做好四季度工作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按照省委常委会省政府常务会的要求 牢牢把握大局狠抓关键举措 实现全年目标保持和谐稳定 牢牢把握大局就是要牢牢把握主题主线 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牢牢把握又好又快发展导向 深入落实六个注重 全面实施八项工程 不断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 狠抓关键举措就是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切实把国家和我省出台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把稳增长促转型会民生的十项举措落到实处 实现全年目标就是全力以赴稳增长 创新驱动促转型 坚持不懈众统筹 改革开放增活力 千方百计会民生 努力实现全年主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保持和谐稳定 就是要把维护稳定作为重大政治责任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切实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创新 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比学永要求 四季度各项工作要重点围绕八个方面推进 一是狠抓稳增长各项举措 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全面落实促进消费各项政策措施 着力稳定外贸出口 下大力气解决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困难 全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二是狠抓转型升级重点任务 三是狠抓秋冬农业生产 四是狠抓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工作 抓紧配合编制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 认真落实支持苏北发展的政策措施 制定政策推进苏中特色发展 确保完成沿海开发年度目标任务 五是狠抓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 六是狠抓重点改革和开放型经济发展 七是狠抓保障和改善民生 切实推进六大体系建设 安排好困难群众生活 让城乡居民在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 八是狠抓社会和谐稳定 李学勇强调 进入四季度各项工作千头万续 各地各部门要分清轻重缓急 统筹协调安排 加强督促检查提高服务效能 改进工作作风 狠抓工作落实 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常务副省长李云峰主持会议 并对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要求 副省长张卫国 何全 徐明 史和平 曹卫兴 傅自印 许金荣 省长助理徐南平 省政府党组成员 公安厅厅厅长孙文德 省政府秘书长毛伟明出席会议 省经信委等五部门做了交流发言 会议采用电视电话会议方式进行 各市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